6月3號 澳洲著名的雲鼓族的 援運搖滾歌手 Pinu Pingu 他過世了享年56歲 這位原住民級的搖滾歌手生前 其實就投入原住民族地區的教育工作 而且成為澳洲有史以來 第一位原住民級的小學校長 在1991年 他跟其他援運人士組成了樂團 先後發表了多首創作 多個援運團體 公認雲鼓族的歌就是原住民族對抗統治政權 最重要的代表作 這位歌手具體的展現 不一樣的運動的方式 畫面中這一位 6月3日 雲鼓族因為肝病死於北嶺 地阿倫南家中 享年56歲 畫面中他和他的樂團 You do indie 正在演唱的 是澳洲最著名的抗議歌曲之一 TREATING 中文一四十條約 這首歌發表於一九九一年 內容主要批判前總理Bob Hawke 並未遵守承諾 一九八八年當時的總理Hawk 訪問北嶺 第一十做出這項承諾 不過一直到今天澳洲政府始終沒有和原住民族簽訂任何條約 You do indie 著名的抗議歌曲 還有這一首Travel Voice 部落的聲音 黑色西裝這一位同樣也曾經是搖滾樂手的欣任教育部長Peter Garrett Garrett曾經和Yulipinco同臺演唱 對於Yulipinco四世Garrett表示這是澳洲社會的一大損失 Garrett口中的偉大的澳洲人就是Yulipinco 畫面中這一位是目前澳洲眾議院唯一具有原住民及身份的議員 Cam Wyatt Wyatt更特別利用在國會發言的機會向Yulipinco致意 Mister Yulipinco worked first as a teacher and then as an Aboriginal principal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 This began an incredible journey to increase awareness about Aboriginal Australians and bring all Australians closer together in a combined vision for our nation's future A vision that I hope will continue until death and I hope will continue in Australia'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far into the future 另外在野黨主席Tony Abbott 表示Yulipinco在中連階段就去世 反映出政府必須加強改善原住民族地區的生活環境 在Yulipinco的家鄉Alemland Yulipinco是第一位擁有大學學士學歷的居民 畢業後投入原住民地區的教育工作 除了是歐洲有史以來第一位擔任小學校長的原住民族人之外 Yulipinco更成功研發結合原住民族文化和現代主流課程的雙向教育法 成為了澳洲多元文化主義教育的重要策略之一 記者邱德正編譯